重症 發生惡性腫瘤 手術方式腦瘤切除手術 衛博士全馬 衛師 正確嗎 OK 合 這個女性的變化 46歲的女性 就之前她就有頭痛 但是就是住院前的一兩個禮拜 就覺得頭痛比較厲害 持續的頭痛 痛得讓她晚上晚上睡眠都不是很好 那刚开始也不以为意 可是有时候他甚至有时候会要叫人 名字会叫不出来或叫错人 才觉得说好像不太对 然后才带他到医院过来 所以就直接跟他做一个合作共同扫描 那就发现了在左边的脑部的地方 有很大的一个肿瘤 因为他在左边脑部 然后在接近语言区 所以我们很怕把肿瘤拿掉的时候 他就不能讲话了 那所以我们才跟病人在沟通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 那你愿不愿意尝试这样的手术方式 手术室里医疗团队绷紧神经 用三角钉子固定头部 以避免手术当中病患因紧张而晃动 而接下来医师们则比照传统手术方式 切开头颅 历经一个多小时 当病患的大脑组织细胞 完整曝露出来后 清醒开脑的关键时刻也即将来到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跟麻醉医师讲说 你开始把麻醉药全部都停掉 那停了之后 大概隔个20分钟左右 病人就会慢慢地醒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跟病人沟通 然后在这个醒过来 当中我们同时就把脑膜打开来 然后曝露出我们要开刀的那个位置 他很醒的吗 对他很醒的 你要跟他说 你请他数慢一点 一秒一下就好 数到十再一起重复 我们不可以念太快 所以我们要慢慢地念 念一 打开眼睛看一下 哪一个人在跑步 比得到吗 没有 对我知道跑步在哪里 跑步在哪里 有没有看到 哪一个人在睡觉 睡觉看得到吗 木在哪里 很好 土在哪里 就在病患努力思考回答中 莲子的另一边 病患的大脑也正翻开来 赤螺螺地接受医师们测试 然后就会在脑部要开到的位置 我们大概会贴个 大概二十个左右的 用阿拉伯学习标出来的一些标记 那我们会在这二十个地方 用一种双极 双极的电刺激器 去刺激这每一点的地方 那这个每一点 双极刺激器在刺激之后 它就会阻断脑部里面 那一点的 它的神经的回流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点香烟 用什么来点香烟 我们用什么来点香烟 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病患却只是重复问句 而无法立即回答 这表示此时测试的部位 很可能已经影响了它的功能 如果这一点是它的语言区的话 那被阻断了之后 那当我们在手术当中 问了很多事先 已经跟它沟通过的这些问题的话 它可能就不能够回答出来 那这个区域 我们就会标记出来 是它的语言区 这个人在做什么 那一个 这个 很好 来跟我一起布送 科学 水晶体区率过大 它的勇敢一行 众人声表战区 勇敢一行众人声表战区 就这样每换一个测试点 所有的问题都得再重新问过一遍 如此下来整个测试完 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 把这个满满的20个 全部都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标记出 哪个地方是我们语言区 是不能去动的 哪个地方是相对是安全的 测试完毕后 再来就是利用手术导航系统 找到肿瘤的正确位置 接着从刚刚语言测试中 找到的非语言区部位侵入 拿掉可怕的肿瘤 如果这个很幸运的 这种疗疗刚好都在非语言区旁边 或是边缘而已 我们就可以都把它拿掉 可如果这种疗疗已经侵犯到语言区 我们那个语言区的地方 我们就会保留下来 而不去把肿瘤做切除 这次手术成功切除了脑瘤 而没有影响到病患语言能力 但每种手术都有它的风险在 清醒开脑当然也不例外 最重要的是在手术当中我所测到的 是要对人能够充分合作 出来是正确的答案 如果是一个不合作的病人 没办法很充分沟通的 那其实会有风险 医学科技进步超乎想象 清醒开脑 这犹如古代酷刑般的画面 却是现代医疗日新月异的证明 从前开脑手术可能造成的全身瘫痪 五官功能丧失 甚至记忆消失等后遗症 其发生的几率也因清醒开脑手术的发明 而大幅降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